肖战之所以倾向于录播方式 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日程难以迎合直播时间 更是他对品质追求的一种体现 录播给予了他充分的时间去准备 能够以最完美的状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都经过精心雕琢 如同一件艺术品般展现在大众眼前 这种对细节的执着 正是他对品牌和粉丝的负责 关闭购物通道 不依赖及时刺激消费 这背后是肖战对粉丝的信任与尊重 他不想让粉丝在冲动之下 做出消费决定 而是希望他们能够真正因为 对产品的认可和喜爱去购买 他明白 真正长久的商业成功 并非建立在一时的狂热消费上 而是源于产品的质量和价值 这种理念也影响着他的粉丝群体 让他们在消费时更加理性和成熟 商务活动不设指标 更是肖战自信的表现 他相信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也相信消费者的判断力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赢得了市场的认可 消费者的自发购买量远超品牌预期 这是对他最好的肯定 这种无需催促的消费模式 也为其他艺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向 在这个浮躁的商业社会中 肖战以他的沉稳和智慧 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肖战的商务选择 不仅为他自己赢得了自由度和话语权 也为整个行业带来了新的启示 他告诉我们 真正的成功不是靠迎合和催促 而是靠实力 品质和信任 在未来的日子里 相信肖战将继续以他独特的商务模式 引领着行业的发展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他就像一颗璀璨的明星 在商务的天空中 闪耀着永恒的光芒